yoo whatsapp 我是ez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超鞋哪敢买的视频 本期视频呢我们把时间聚集在6月份 看看6月份有哪些比较好的超鞋应来发售 同时咱们一如既往呢保持着这个系列的视频呢高信息量的原则 咱们来看一下当下热度最高的三双球鞋 然后再来看一下确定发售的球鞋 最后呢我们摇沾一下球鞋的大新闻 那我呢会把每双球鞋发售的时间跟地点呢打在公屏上 大家不要忘了看 我也会主观的告诉大家呢我对于某一双球鞋是会money还是会pass 同时也会主观的给出某一双球鞋在二级场的在有价值呢是吃灰还是会起飞 好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启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 你还没跟大家打招呼呢笑什么 hello 首先先来看一下当下热度最高的三双球鞋 那第一双呢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这个北卡蓝胶纸呢冲到了当下的第一名 这双鞋呢将会在7月8号迎来发售啊 发售的网站也是非常多 除了sneakers以外呢像什么四大呀 这种gd sports肯定也都会有抽签了 热度榜单第二名呢就是这双aj4代的红水泥啊 那虽然现在的鞋式不太行呢 但今年呢还是属于aj4代的一年 基本上能够有球鞋肉度的也就剩了这个aj4代了 那最近呢正值坎也跟阿迪达斯和好呢 重新来发售ezy的球鞋 所以热度榜单的第三名呢就是一双ezy350的纯黑配色 那正好呢这双鞋呢也是今天要聊的确定发售球鞋的第一双 我不知道这些视频呢将会在什么时间发布 有可能呢是在5月31号左右啊 那这双鞋呢应该会在5月31号迎来发售 那其实呢北美早就开始抽签了 包括亚洲呢也是开启了抽签 除了这双鞋以外呢还有双橙色的blue感 那其实每年呢confirmed app啊或者是这个ezy supply呢 都会推出一个ezy day 那在这两个网站或者app上面呢 会连续发售多个ezy的系列以及多个ezy的配色 那今年呢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ezy day了 但是每年的ezy day呢我记着咱俩忙活了一天 基本上也抢不着什么东西 大部分的情况下呢也都是因为上班啊 或者是开会错过了好 在今年的5月31号呢将会发售一双 350初代的黑天使啊 包括350v2的黑天使 350v2的这个zebra 包括500的黑天使 具体发售配色非常之多啊 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列举了 也是把图片呢都贴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我自己其实最期待的是想抢一双ezy slide 就是这个黑颜色 因为咱俩的这个ezy slide的颜色一样的 同时尺码呢都感觉差不特别多 总容易穿混 所以想给你买一双颜色不一样 非常同意 你觉得穿ezy slide怎么样 还挺好的 舒服 嗯 你会想要再买一双吗 就是被选 万一这双穿坏了 倒也不用吧 我只在家里穿 我又不穿出去 给你买一个蓝的你来 我不喜欢 你买蓝的给我买黑的呗 我不买蓝的 多丑啊这个蓝 除了ezy slide之外呢 我其实还想抢一双这个 foam runner 有一双纯黑的foam runner 但还想再要一双类似于迷彩颜色 我认为迷彩的foam runner是最好看的 欣赏不来 好时间正式来到6月份啊 在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呢 将会发售一首呢 Tiana Taylor跟Air Jordan 1 Comfort 2代的联名 那这次呢 勾子可以说是自己平替自己的 大家可以看这双鞋的图片 是不是非常像这个all-white的芝加哥 忘了all-white 我那个all-white的贝卡兰 那是挺像的 以今年这个鞋式来说呢 很少有球鞋呢 我会再做这种起飞的预测了 那之前呢在2022年或者是2021年左右的时间呢 好多人就说我 每一双球鞋大概率给的都是起飞 哪有那么多起飞的球鞋 但是你回头去看啊 就是那两年发的球鞋 大部分真的都是起飞的 真的是闭眼睛充 那今年这个鞋式呢 基本上给的都是吃回了 反而呢也没人说我了 但是这双鞋呢 我觉得可能是今年为数不多 我会给起飞的球鞋之一了 那关于这个设计师联名呢 其实好多人没有听过 其实他是一个演员啊 包括歌手 如果你不认识他没关系 但我相信呢 屏幕前的很多人呢 应该认识他的老公 没错啊 就是之前 2016年啊 随着骑士队夺冠的香波特 也是一个NBA的运动员了 虽然我感觉你也不认识 哈哈哈哈 其实6月份呢 现在目前到处来确定发售的球鞋呢 能值得拿出来奖 真的不是很多啊 因为现在的鞋式确实不太行 好多种联名款的鞋呢 出的热度 包括密度呢 都不太够 那5月份呢 我可能也就买了大概七八双鞋 八九双 十双左右 不止啊 这应该十双左右应该是有的 但是跟其他的月份比起来啊 就是跟去年比起来 可能一个月买个几十双 还是差太多了 那现在这个6月份呢 我看起来自己想money的鞋呢 都不太多 咱们呢把指针直接调到呢 6月7号 会有一双Air Force 1第一帮人的洛杉矶配色迎来发售 虽然叫洛杉矶呢 上面都是一个牛仔的质地啊 给我感觉呢 洛杉矶的元素不多 除了贴了一些logo啊之类的以外 不如来一个这个紫金配色啊 说实话 颜值上来讲呢 我是认为挺好看的啊 但是我呢 应该大概率会pass 确实Air Force 1太多了 在桌价值呢 我才会吃惠 他哪里LA了 对吧 你都很难看上去上面的logo呢 之间来到6月8号呢 将会有另外一双勒布朗20迎来发售啊 今天确实发了好多这个勒布朗20 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King的味道 看起来就很有这种黄金的质感 那实际上呢 给大家说实话 勒布朗20的鞋呢 我认为还是从二级市场呢 以一个吃灰价倒闭价买 还是比较划算的 原价下都亏啊 好那时间呢 来到6月9号 将会有一双Bodega 跟New Balance 610 这一个鞋型做的联名 整体看起来呢 户外的感觉比较重啊 我觉得你做户外穿搭啊 或者这种CT的这种穿搭啊 都还是不错啊 我自己呢 应该大概率会pass 长得有点像变形金刚 有点 有那么一点点 再收价值呢 我反而认为这双鞋 会可能成为这种小众啊 会有不错的利润空间 但是New Balance的球鞋呢 发售的途径呢 非常的少 基本上呢都是以官网为途径 而且呢 排队的方式呢 也是一个随机进入队列的感觉啊 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而言啊 真的是纯看脸 同时呢 货量要不是很高 所以每次呢 抢购New Balance联名球鞋的难度都非常之大 所以这双鞋呢 我现在应该是一个被动pass的感觉 好的 同一天呢 会有一双MMW跟Nike 005 Slide的联名啊 这双鞋呢 不要被它的外表所蒙蔽啊 看起来虽然非常的有这种设计范啊 这种现代范 但实际上呢 发售价是非常的贵啊 达到190美金 二级市场呢 肯定是一个吃回的存在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么前卫的鞋 从二级市场的一个倒闭价啊 应该可以说是骨折价了 基本上这个鞋呢都会达到一个半价的状态 所以以这个价值去买啊 才是最值的 我自己呢应该会pass 这是高跟鞋吗 这是拖鞋 你能看出是高跟鞋 对啊后面是有跟这样 这是拖鞋 只是底儿比较厚 这也属于高科技的 所以之前呢 就有人在评论区讨论嘛 说有的复刻鞋呢 我评的诚意比较高 因为比较怀缘这种初代 有人就认为呢 哎这简直就是炒冷饭嘛 这有什么诚意可言 那实际上呢 Nike不是没有出这种新科技的鞋 比如说面前的这一双 你会买单吗 这个就是新样式啊 新科技啊 你会喜欢吗 反而呢 是那些复古的鞋啊 像这种AJ的鞋呢 大宗的接收度比较广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出一双复刻 还原这种OG的味道呢 才是更符合这种鞋迷的消费心理的 好 时间来到6月10号 将会有一双这个做旧的heritage配色 AJ1迎来发售 这双鞋呢 我已经期待了好久 所以肯定会money 鞋式而言 这双鞋我猜个别的大码呢 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空间啊 普遍的尺码 我猜是要吃灰的 时间直接跳到6月20号 将会有一双塔图姆的PINK LEMONADE配色 迎来发售 这一次的粉柠檬配色呢 放在塔图姆这种实战的篮球鞋上面呢 我不知道多少人会喜欢啊 可能有人就喜欢这种颜色比较跳脱的啊 打球呢 才这种风骚 但不是我的菜啊 所以我会pass 再加上呢 我猜也会吃灰 其实你是有一双这种PINK LEMONADE的DUNK 就那个D-BAR呢 你非常非常喜欢 你经常上脚 对 女生穿这个颜色还是挺好看的 6月23号呢 将会有我本月另外七代的一双球鞋 就是AGE ONE D-BAR的大象文 这双鞋呢 我感觉高班看起来怪怪的 D-BAR呢反而更加的紧凑啊 颜值上提高了很多 所以我大概应该会MONEY 它在27上的载入价值呢 我认为个别的大码尺寸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利用空间 月底呢 6月30号 将会有另外一双呢 Action Bronson跟New Balance的联名 这一次呢还是990 V6 上一次呢我就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美国的rapper啊 做了一个小众的联名 所以这样的鞋呢 往往在照价值呢 会有一种起飞的状态 那上次的联名呢 我也猜对了 虽然这个颜值真的是看起来 让我觉得很诡异啊 我自己虽然没有抢到 但是社区里的朋友呢 有人抢到了多双 每一双呢都赚超过一倍的价值 所以这双鞋呢 我猜还是有很大的概率 成为一种小众起飞黑马的 所以呢我会尝试去MONEY 虽然我现在还是感觉 所以我会被动pass New Balance真的是非常难抢 好那以上呢就是六月份 确定要发售的球鞋 而且呢值得聊的鞋呢 确实不多啊 也就这个样子啦 但是没关系啊 接下来要聊的 这种谣言要发售的球鞋呢 或者球鞋大新闻呢 条条劲爆 首先第一条呢 就是下一双倒钩 真的就是钩子倒过来啊 就是Travis Scott 跟AJ三代的联名 那这次爆出的是摩卡配色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颜色 如果这点消息数值呢 应该会在今年的下半年 能赢来发售 我肯定是要尝试去money了 这个颜值 这个摩卡 太帅了 我也想要 你又想要了 同样是Travis Scott 这双isb的当口呢 将会补货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像这种明星的联名款呢 基本上是出一双少一双 很少产生这种补货 重发的这个概念 所以这次呢 我是觉得有一些惊异的啊 不管怎么样呢 当时呢我是没有抢到啊 这次呢又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 如果还抢不到 至少能够把二级市场价格砸下来一点点的话 我可能呢 会尝试从二级市场骂你一双 这还挺帅的 这个实话讲 好 下段新闻呢 就是Air Max One的Pyotorico配色呢 将会迎来发售 这一次呢其实一共有两个颜色啊 一个橙色 一个蓝色 代表的呢就是大海跟夕阳啊 也是我们之前其实去博德罗一个旅游过啊 是非常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个美景啊 那个海啊真的是去跟这个鞋一样这么蓝 同时呢由于是一个岛国啊 所以当这种日落或者是日出的时候呢 那个太阳的颜色呢完全映到海面上 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这一次咱俩要不要情怀一波 那我要蓝的 那我要蓝的 我想要北卡蓝这多好看啊 对啊我想要蓝的你要橘色吧 我买橘的 你买橘色 橘的感觉没有蓝的好看 行 我牺牲了自我 好 下一条新闻 那同样劲爆 就是All Fat Air Force One 又会迎来发售一个新的配色 这次呢采用的是一个灰颜色 这也太一般了吧 这一般啊这多好看啊 你喜欢之前出那种彩色的什么 就纯黄的 北卡蓝的 北卡蓝的当然好看了 对啊 绿的也还挺好看 嗯 那灰的这种百搭 就没那么夸张嘛 因为你毕竟穿一个off white的 已经很夸张了 你又来着个黄呢 你就都买了off white 你就还买个灰的 但我感觉这个平时穿的场景 会多一些 如果我就是钱足够多的话 我会买一双这种 平时穿的场景比较多的 这种黑白灰颜色为主基调的 同时再买一双彩色的 想炸我就穿彩色的 对吧 平时如果正常穿 我就穿灰色的 当然这是在考虑 都能买得到 买得起的情况下 买两双是ok的 如果只买一双呢 我会首先先选 你选哪个 炸的 炸的 那咋办呢 你买off white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要 那我也已经有好多off white的鞋了 其实Air Force 对我来讲 是买不买都ok的 其实之前每次发售呢 都是艺术馆联名 做的也都是这种stash来发售 需要改你的IP 由于人本身不在那儿 然后改IP呢 其实每次都有参与啊 而且非常的麻烦 然后运气也不太好 也都没中啊 所以就是一个完全陪跑的系列 所以本身呢 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感情 如果真的是我本地的艺术馆呢 发售了一下 然后我人在附近呢 真的过去参与一下 这个感觉应该就不一样了 好下条新闻呢 同样劲爆 是科比巴又会迎来发售 这次呢 直接给你来两个配色 将会在那儿 2024年的春季迎来发售 一双呢是quart purple 也是湖人的紫色 另外一双呢 就是emerald 就是这种祖母绿啊 或者是湖水绿的感觉 两个颜色呢都是非常好看的啊 同时在脚后跟部位呢 还有一个科比的签名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多次啊 现在科比鞋呢 已经从当初的这种 纯实战篮球鞋啊 大家买它就是为了打球 到现在呢是买了一双 为了收藏啊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真的想买一双科比鞋拿来收 最后一道新闻呢 依然劲爆 就是母爷呢 Nike啊 包括卡哈特呢 将会迎来一次三方联名 这双鞋呢采用了一个纯黑的配色啊 上面呢也有这种卡哈特呢 跟母爷的元素在上面 整体来讲呢 是一种低调且霸气的感觉 而且呢还没有确定的发售日期啊 如果有呢 我再来拍视频跟大家做分享 目前呢 这双鞋说是会在今年迎来发售 我相信呢 如果做一个正常发售模式的话 这双鞋呢 很有可能会冲进今年的年度前十 你是不是有好几双SB Dunk 都是黑色的 对 但是一般之前的母爷的联名都超级难抢 发售的途径非常少 基本上买不到 所以买不到的鞋呢 做再好也没用 大家都买不到是没用 所以如果这双鞋真的要是做一个正常发售的 比如sneakers发售啊 鲜下的这种店面有抽签的话 这双鞋的综合评分肯定就上去了 好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今天聊的所有鞋里 你有没有最喜欢那一双 那一双蓝色的 认识 不会多了一个 对 哇可以 有眼光 我觉得那个颜色好看 好那本期视频就给 如果你认为其实拍的还不错 给你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 不要忘了给你再来个素质三连 什么留言啊 弹幕啊 点赞啊 咱都来一波 好take easy Peace 我们下期见 这次完美 耶 谢谢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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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拜拜 如果你 不要 玩 而且 吴 相信 王 人